2016年4月 陕西河阳舰发生故意撞车事件 撞完以后下来以后就到车上把我往死掐 说撞车就撞车 说打人就打人 这行凶者到底是何人 四龙门河阳县城管镇 南北半村一个叫小强点 村主任 敬请收看本期聚焦三龙 陕西省河阳县位于关中平原的东北部 隶属于魏南市 今年的3月27号 河阳县发生了一起故意撞车事件 一下子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 被撞的是谁 光天化日之下 故意撞人车的又是谁呢 事件发生之后 我们的记者随即前往当地进行了调查 这就是3月27号发生在河阳当地的那起故意撞车事件的画面 2016年4月16号 记者找到了被撞车辆和受害人杨西红 我们现在看到这辆车就是被撞的那辆宝马 你看这个地方叶子板已经没有了 而且前列已经全部撞坏了 我们接起来看里面是什么样子 你看这本来应该是放水箱的位置 但是你看水箱已经没有了 全部撞丢了 你看里面的很多东西都撞坏了 好好一辆车 为什么会被撞得面目全非呢 今年的3月27号 3月27号呢 我就是来河阳来办事 一方面就是和有个急事 就是要谈一谈这个矿山整合这一块 响应线上的号召 然后呢中午吃饭的时候 就被这个南北川的这个村长 叫强就是顶上 杨西红对记者说 就在他吃中午饭的时候 突然闯进来七八个人 不分青红皂白就往外拖他 当时意思就是说要把我活埋了 活埋了 拉了三四次呢 我走不开 然后呢我就报警 感觉到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老杨只好向当地警方求救 报警以后警察就110来了以后 就让他们离开 不能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然后呢我就开车 让老杨没有想到的是 这群人并没有放过他 在离开河阳的路上 一直有车对他进行前后夹击 他们就拿前后两个车就夹着我 我走哪儿他跟到哪儿 被人如此跟踪 老杨害怕起来 再次拨打110 当地警方为了老杨的安全 决定护送他离开 他说那你还不如回去 我们把你护送到 告诉公路口 让老杨没有想到的是 尽管有警车护送 有两辆车居然还是一直尾随自己 从他的行车记录仪上 我们可以看到 撞车事件没有发生之前 老杨一直驾车往高速路口狂奔 对方的一辆车快速通过 而另一辆越野车 在不停地试图逼停老杨的车辆 可能120稍微拐弯的时候 慢了一点 就被他一个车包逼停 就在距离高速公路路口 不到500米的地方 老杨的车被对方逼停 就在这时 那辆超过去的越野车 居然逆行向老杨的车冲了过来 然后无情地撞了上去 尽管当时警车就在旁边 但这伙人却毫无顾忌 先撞车再冲上来行凶打人 哪怕警察在场 依然肆意妄为的撞车打人 这行凶者到底是什么人呢 原来指挥撞车和打人的 居然是一位村委会主任 那么受害人老杨和嫌疑人 南白板村村主任肖强之间 到底发生过什么呢 我们的记者了解到 河阳县南白板村矿产资源十分丰富 所以这些年吸引了不少投资商来这里投资 杨西红就是其中之一 老杨和这位村委会主任签订了一份矿产买卖合同 后来发生的撞车打人事件 就是从这份合同开始了 2013年位于陕西河阳县南白板村的金水桥水泥有限公司 资产要整体出让 在朋友的引荐下 村主任肖强找到了杨西红 希望老杨出资买下水泥厂 当时他的意思是资源是他的 水泥厂用的他村里边的路 盘山公路全是他修的 他让水泥厂运作就运作 水泥厂如果不给他钱 大家不同意他的啥 他就曾经说把路堵了就堵了 村主任肖强对老杨说 不光水泥厂是他说了算 就是水泥厂周边的矿产资源也都是属于他的 老杨看到有利可图 就和村主任签订了一份合同 合同显示 甲方肖强以400万元的价格 把位于河阳县南北板村 沟底的127号石灰盐矿 包括土地 林权 道路 开采权和开发使用权 20年一并卖给了杨西红 开始要了多 后来就是以400万 20年拥有他的林权土地矿产资源 这是有合同的 然后接下来把钱给他玩 石灰盐矿是矿产资源 难道身为村主任 就能私下买卖承包地范围之内的矿产资源吗 赫阳县国土局相关负责人给出了明确答复 正是因为这个非法买卖矿产资源的行为 导致了后来一系列的经济纠纷 最终发生了节目开始看到的故意撞车的犯罪行为 车被撞 人被打 老杨说以后算是学乖了 这种违法的生意利润再高也不能碰 撞车事件告一段落 让我们把视线再次聚焦到撞人车的萧强身上 那么作为村委会主任的萧强 在村里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因为撞车事件 萧强已经被批捕 所以我们只能从村民们的口中还原他的形象 2016年4月16号 记者来到了和阳县城关街道办事处南白板村 说起村主任萧强 很多村民都是一肚子怨气 人把我们的房子的玻璃给砸破 没房子外面的玻璃 把我们的锅给我砸了 锅以后拿去就塌 拿这么长的铁棍开的车 把我拿去就打 过去算是小强下来以后 就拿杨核霸绣把我这个胳膊 就把我这个胳膊打了一下 学习吗 四号三是没有停的他城堡 他还是要自己这 这个就是村长他家 当时我们设计的时候 当时设计的时候 设计图置根本没有这两条路 完之后他为自己方便 就会强烈要求我给这加一条路 他说他从这回来方便 完之后出去的时候 给这再加一条路 他出去方便 全部就是为自己考虑的 那这两条路城堡有多少 这两条路成本 现在二十多万 二十多万 富光在村里作威作福 为了自己一家出行方便 居然动用修建村广场的 二十多万元公款 要求施工人员为自家修建 专用车道 这个谱摆得可真是不小 随着调查的深入 一个村坝的形象 逐渐浮出水面 村民们说 2009年 肖强打着建村办企业的名义 和村民们签订了一份租地协议 协议显示 租金为每亩每年五百元 期限为十年 2012年以后 这些租地的村民 就再也没有拿到一分钱 那么村主任肖强 号称要搞的那个村办企业 又怎么样了呢 当年非要把好好的耕地 租来办建材厂 现在厂子停了 耕地也变成了荒地 难道身为村主任 就有随便占地的权利吗 其实在村里 村主任肖强 违法占地的事 远不止这一件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通口的一个 已经停建的项目 但从这个工程的外表来看 你看上面 看上去古香古色的 而且这个项目的前面 是这个村里的广场 聪明们告诉我们 这是村主任肖强 开发的一个项目 让我们奇怪的是 这么好的一个项目 为什么会停止不见呢 没有用机收集 所以它是违法占地 那么占了多少 跟地乱是 中共占了18目的 这个违法占地的项目 是当年肖强 号称为村里搞的福利工程 南白板村养老院 事实上 打出建养老院的幌子 纯粹是为了掩人耳目 打着建养老院的旗号 私自搞开发卖房子 在村民的举报下 当地政府于2014年3月份 进行了查处 房子这才没有继续盖下去 令人奇怪的是 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村主任 当年是怎么被选上的呢 我拿钱买可能管 也挑五百万 到你屋里 给你钱 你们也就帮我全市 家里几个人 两个 给了多少钱 一千 当选全局 他给了你多少钱 给了我四百万 四百 叫我给我 叫我把他卸 会太 会的 会的都发不出来 都会的远地办 我就是 为了我切钱的 不是因为我就不卸他 那个菜 你没有切 我都不发这一句话 我只有油漏 我没有切 要怕 一位当时南白板村 选举委员会的成员 告诉我们 因为村主任肖强 会选的问题 还特意向主管部门 进行了反应 反应上去 城管站的 那么河阳县城关 街道办事处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不知道 作为河阳县城关镇 街道办事处的领导 又是南白板村的包村干部 难道真的 不知情吗 反应过这个 就是这个 河阳县城关镇 这个问题 黄山黄埔的问题 反应过 这个 玄举的问题 既然所有的问题 村民们都反应过 但是对于村民们 所反应的问题 作为当地的主管部门 却一直没有去解决 2016年4月16号 在南白板村 张贴了一封公开信 这让村民们看到希望 刚才我们看到很多 聪明在村口看了 贴出来的一份公开信 是两张 大概是 你看 这一张是土地 林权 矿山 转让合通 而这一张就很有意思 叫告全地聪明的公开信 上面写的是 大胆地向全地聪明 揭发 本聪 聪主任 萧强 在这个期间的一些 违反乱纪的情况 上面是 侵占聪明的土地 大肆搞开发 弄断的集体资源 清贷集体财产等等 你看下面来写的一句话说 要还白板村一个 朗朗的青天 村委会主任的行为 要接受村民监督 政府监管 甚至党纪约束 更不用说 还有法律的规范 为什么这么多绳子 捆不住一个活老虎 任凭它横行乡里多年呢 在一些农村地区 民主法治建设薄弱 名义上有约束权利的规范 但缺少责任主体 没人能把它打造成 约束权利的笼子 对那些 在笼子外晃荡的村霸 村民们是敢怒不敢言 要把这些老虎 关进制度的笼子 基层政权要肩负起 加强农村民主法治建设的任务 缺少民主法治 相宜的老鼠 就会养成吃人的老虎 接下来 当地有关部门 会对此事如何处理 本栏目还将继续关注 一段视频引发网友热议 快递小哥被打 野猪拱了玉米苗 乡亲们该怎么办 聚焦三浓 稍后播出 这是一张网络视频的截图 内容是最近几天网络上备受关注的快递员被打事件 视频被上传到网上之后 引发了大家激烈的讨论 4月17日 快递员小冯驾驶电动车在北京市富贵园社区内 与一辆小轿车发生寡蹭 在这段长达一分半钟的视频里 身穿黑色衬衫的车主在不停的辱骂和殴打快递小哥 整个被打的过程前后持续了五分钟 在这个过程中 小冯一直都是忍让 没有反手 快递小哥一句话都没说 都收到达我去 有现场目击者将视频上传到了网上 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随后 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两次发布消息称 正在关注此事 并于18日晚将打人的司机拘留 警方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 然而事件并没有就此结束 众人对此事说法不一 有人谴责打人者 也有人认为快递三轮车也要负起相应的责任 那个司机有点过分 不过现在电动车乱穿 不通常交通轨的也很严重 像有的有的地方他马路不够宽的话 他会随便杀击的 还有人认为随意进行人肉搜索 公开当事人的各种隐私 这样的行为恰当吗 面对这一事件大家众说纷纭 那么事件的详细进展情况如何 这件事发生之后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思考呢 更多内容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中继续关注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 一年之际在于春 野家各地正在春耕 乡亲们也是格外的仔细 生怕有一丝的马虎影响收成 在湖北武汉的菜店区 一些农户们正在种玉米苗 不过有一件烦心事 却让他们是伤透了脑筋 您看这地里像是被机器重新翻过一样 不少地方连玉米种都看不到一颗 半夜出行还专吃嫩芽 到底是谁把这些嫩芽给糟蹋了 原来是野猪拱了玉米苗 村民们点火放烟 放炮胀驱赶 但这些招对野猪来说 只是暂时有效 整个村里一千多亩玉米地都被他们不同程度的破坏 曹大姐的田里玉米苗被毁得稀稀拉拉的所剩不多 这已经是大面积不中的第二次了 总共都花了两万元钱了 这些野猪一天不控制 乡亲们心里一直都不会安宁的 看来问题确实很严重 那么这些野猪是从哪里来的呢 据了解 近年来当地丘陵山岗水变少 造成了很多野猪都跑到城湖湿地安家落户 三年的发展 野猪的数量是直线上升 野猪虽属于保护动物 但依据相关法规 受保护的野生动物确实因种群数量过多 对当地生产造成危害的 经相关部门允许后可以依法捕猎 目前当地林业部门的许可证和猎捕证已经出具 现在正在公安部门申请枪支使用 一旦申请成功就安排依法捕猎 解决乡亲们的后患 至于乡亲们的损失 当地已经把受损面积核实了 接下来也会想办法争取一些补偿资金 尽量帮乡亲们挽回损失 又到了槐花盛开的时候 村口路边的槐树上揭满了槐花 不但闻着香 很多人还把它当成了一道美食 最近在山西运城境内 几位村民就一起采摘起来槐花 只不过这地方选的可不太对 他们竟然上高速采摘槐花 4月17日 山西高速交警四支队五大队民警巡逻时发现 六人旁若无人的在高速公路边摘槐花 全然不顾身边飞驰而过的车辆 过往的车辆纷纷鸣抵减速 情形相当危险 经了解这六人都是山西运城 盐湖区东郭乡借滩村村民 就住在高速公路旁的村子里面 由于近日天气转好 植物发芽了 槐花刚刚开 非常鲜嫩 为了给家里的饭桌添一些花样 六人相约组团上高速公路摘槐花 当即民警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 并护送他们下了高速 交通法规严格规定 禁止任何人翻越公路护栏 更不允许行人在高速公路上行走 我们再次要提醒大家 尤其是住在高速公路沿线的村民们 一定要严格遵守高速公路的安全法规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信息 查询往期节目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视网 农视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还有移动客户端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央视网查询浏览 提供新闻线索 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 请关注聚焦三栏栏的官方微博微信 我们会认真阅读您的每一条留言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